贝利维三级古迹的大洞黄西书卷 每一年都会举办考生祈福活动 而今年是受到了疫情影响 规模大幅缩减 仅仅只有邀请地方诊士 以及部分的学校师生代表餐具 而尽管如此 相关的祭典 仍然是依照传统鼓励来做举行 会后公所也会将 文昌帝君加持过的好运文具组 来分送到当地学校的应届考生们 祝福他们都能考上心目中的理想学校 敲钟吉古众人手持清香 前程祝导场面庄严隆重 被列为三级古迹的大渡黄西书院 地方俗称文昌庙 每年都会在大考前夕 为考生们举办祈福活动 希望他们都能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学校 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 就是声明也可以在我们当天 给我们一些比较 就是比较多比较好的协助 让我们可以更那个 达到我们更希望的目标 考试前就来参拜一下 然后希望考比较好这样 借由这样的祈福活动 可以让他们觉得 除了努力之外还有神助 所以文昌帝君会给他们祝福 然后让他们开智会 在考场上他们会比较安定一点 然后能够考试顺利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 孩子们是很期待这一场祈福活动 不过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祈福活动从原本千人以上的规模 如今改成仅邀请地方人士 与部分学校师生代表参与 尽管如此 但相关的祭典仍然依照传统古力举行 像是象征包种的肉包和肉粽等 会后公所也会把文昌帝君加持过的 好运文具组分送给当地学校的应届考生们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之前在脸书 在各项LINE的讯息有传输出去 请考生就是可以先来 我们跟黄旭苏彦文昌帝君来秉明志向 那我们里面也有放置祈福卡 让考生来向文昌帝君来祈福 而好运文具组除了分送给考生外 在5月8号和9号一连两天 在公所门口开放民众限量领取 只要捐出当期发票一张 就能够免费兑换一组 希望让大家都能够沾沾文昌帝君的福气 提高应考新兴 顺利考上理想志愿 接着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